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毒是持续性的 解药也得持续服用 所以别动歪脑筋 好好带路 是 这 前面没路了 这 前面是泥地沼泽 一旦踏入 整个人都会陷进去 而且 就算修为再高也没用 这些剧毒 接触到皮肤就会溃烂的 砍一些树木 劈成木板 然后铺在沼泽上 我们铺桥过去 没想到 这小子也知道这个办法 我还以为不说他就没辙了呢 我们遇到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妖孽 十四岁 黑金级的修为 心智机灭 城府深得可怕 完全摸不准他脑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 压根就不像个小孩嘛 你们再帮我做两件事情 就可以离开了 在附近找些曼藤 结成三百尺长绳 一定要结实 要是做得不好 你们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长绳 只要我稍稍做一点手脚 别想耍什么花样 我给你们的丹药 只能缓解毒素 时效只有半个时辰 就算你们出去了 体内的毒素也会发作 除非从我这里拿走真正的解药 彻底解毒 这人太可怕了 恩公 如果我们帮你做好这些 我们真的能走 只要你们帮我做好这些 我自然会放你们走 反正罪魁祸首已经死了 不过 你们最好洗心革命 否则 我饶不了你们 我们一定洗心革命 多谢老爷不下支呢 还不动手 这是解毒的丹药 你们走吧 多谢老爷不下支呢 多谢老爷不下支呢 好 我要重创黑拳了 前世 我曾无意间闯入黑拳 并且很幸运地活了下来 还发现了黑拳伸出的残存遗迹 虽然看不见 但是可以确定 底下有不少能落脚的平台 似乎是人工开草的 我得保证落在那些平台上 并且不摔断我的腿 也不会被坛底的妖兽们吃了 那就靠你了 这绳子 一定要绑在最结实的地方 前世见势有限 无功而返 掉到这里之后 我就赶紧从这石壁上爬了回去 这次一定要好好研究 继续往下 这些明文极其高深 只怕就连境界的强者 也未必能布置出来 封闭系的明文 其中还有三道雷电系 六道圣火系的明文 我应该可以破解的 不过要小心仔细 那些明文